Hello 大家好 我是Dee 今天又見到我了 見到我一定跟牛肉有掛勾 今天拿牛小排出來 牛小排在一般街市、凍肉店、網店 只要你打牛小排 都會有很多地方可以買到原件牛肉 除了中間用來切來打火鍋之外 其他肉可以用來怎樣做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菜 這也是一個泰式小菜 就是金筆換炒牛肉 好了 現在我們就醃牛肉 醃牛肉中式有什麼呢? 生粉、豉油、麻油 我今天就多了些什麼呢? 沒有梳打粉 有梳打碎 就可以令它鬆化一點 但其實你用牛小排都會鬆化的 對呀 牛小排本身已經是油份多 但你再咬下去會有些質感 好像你吃完的牛肉、炒牛肉 那種質感 去做一個泰式的小菜 那什麼都不用理會 其實把牛肉都放進去 拌就是了 好 你不要問我什麼梳打水 一般在任何地方買到的梳打水 對呀 那大家就會看到 當你醃 已經拌勻了 就醃去半個小時 那你會看到 到時呢 就會把水吃進去 就會看到 每一條牛肉片都會漲漲漲 那現在呢 就切好毛茄 毛茄就是什麼呢? 秋葵 切好秋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炒了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我其他東西都切定 而毛茄沒有切定呢? 因為呢 如果你切定的話 它中間的黏液就會流出來 這樣就很噁心 好了 那現在呢 就開火 炒了些牛肉先 炒完牛肉 記得喔 炒完牛肉 因為呢 它本身 放了生粉 會黏 會黏底 而且呢 不是一鍋熟的 是要先分開炒 才可以做得更加好 好 那現在呢 就開火 燒熱個鍋先 那好了 現在先下油 先下油 用明火呢 就 看著那個鍋 看著火 因為快 那呢 記住我下油的時候 看到一些流動性 你就知道 究竟什麼時候是熱 夠不夠熱 越流得快呢 就代表已經那個鍋是熱了 那現在呢 就可以炒完牛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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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炒過牛肉的時候 不要動它 不要不斷動它 因為呢 我們是想炒到它 轉brown 有少少金黃色 就是靠那些金黃色 一陣子拌好全部醬的時候 咬下去呢 還有一種牛肉的焦香味 OK 那在炒牛肉的時候呢 我就想跟大家說 為什麼要分開炒呢 因為下了生粉 下了生粉 下了梳打水 那如果你炒的時候 你現在不猛火炒完它 出了些水 一陣子呢 你連同其他醬 再炒下去呢 那你會出更多的水 那就不可以做到 就這樣用醬去包著牛肉的效果 好了 那現在呢 就差不多了 那就可以把牛肉拿起 好 那今天的金北換醬呢 其實有一個叫做 Type C的炒醬 這個粉 混合水 那呢 可以買到的呢 就買了這個蒜頭辣椒醬 如果沒有的 就用豆瓣醬 混合在一起 就會是這個味 OK 那現在呢 先下一點油 那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爆了洋蔥和秋葵 差不多軟一點 就加上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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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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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一路炒又炒 不斷炒炒到你打黑刺就差不多了 因为辣椒粉会冲击到你的味道 令到你会打黑刺的一下 那就差不多了 最后放入甘肚碗 完成 上碟 好了 就做好这碟小菜 当你不想就这么吃小菜 你想起平时我们会吃沙爹牛肉包 你来个甘不换牛肉包都一样OK 牛角包我觉得很好吃 偶然无意之中 我有个牛角包 不如夹点下去 好像沙爹牛肉那样 真的很好吃 感谢大家看这一集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记得秋葵是淋炒之前才切 否则中间的黏液就会流出来 还有就是牛肉腌好的时候 记得炒完再放出来 让它不要出水 到时候拌在一起 整碟的芝麻就变得好水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像某园 一只小者 大街 猪鑽 小工 小工 小工